請問我們今天本來一度跌三百多點 但最後只剩下跌兩百三六點 算不算好消息 這很把錢客客也知道 國安基金 政府基金 投信在買 所以算是有人在擋嗎 其實整個臺股現在架構是這樣 是投信還有國安基金 還有政府基金在買 但是你要瞭解 你如果看過狼牙榜裡面 走藏書有一句話 他說既然他們要動用江湖 你就要知道江湖是有誰在做主 各位你要知道 這個整個股票市場 也就是說一般小白要進入股票市場 你就要知道誰在做主 老師你也追劇 對 很多的投資的理念 你可以從歷史片裡面 就歷史片裡面看到他們在鬥爭的一個 我們現在去看哪個錢 不會啊 聽你講就好了 那怎麼樣講 你知道嗎 誰在做主 當然是各國的中央銀行 裡面的話 那誰誰是裡面的 也就是說最主要的控盤者 就是聯準會嘛 大摩頭 對 大摩頭就聯準會嘛 所以昨天公布這個 我們就昏倒了嗎 你看CPI是八點三 本來市場預期是說八點一 其實這個八點三八點一也差不多啦 那最主要不是這個原因的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有下面有幾個因素 就是可能會產生所謂 折構性的通膨 第一個我們的石油 那石油最近大家講說 石油往下跌 都很高興啊 那我們的通膨應該這樣下來 石油為什麼往下跌 美國輸出戰備石油 對 11月選機選了的時候買年呢 會不會再買回來 那石油會不會再上來 更何況八回頭一直在投資石油 相關的個股 而且我們看到那個 OPEC組織說他要減產 對啊 所以這個石油的話是短暫的 那天然氣呢 那天然氣漲的十倍嘛 對 這個是一個因素 再來的話 中國大陸的話 他在清零政策啊 清零政策的話 那這個會供應鏈的問題啊 再來 你要想看嘛 能源的問題 那回料會不會有問題 回料如果有問題的話 將來糧食會不會有問題 還有就是我們天氣異常 會不會有糧食的問題 那明年都有可能發生啊 再來我們的能源轉型 以前的話我們是核能發電嘛 現在要轉型風力發電 這種種種都有可能產生 結構性的通膨 其中一個就夠了 那這個結構性的通膨的話 就會產生成本推動的一個通膨 那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上一次在某一個節目 有講到說 大家在預測說三碼嘛 三碼大家都可以瞭解啊 甚至於我們看到今天 現在有人講到四碼嘛 但是重點是在哪邊 我們往後的話 還有兩次升息啊 那這兩次升息的話 大家都講三碼 我個人認為不只三碼 如果剛才講到那些結構性的通膨 只要有一個因素發生的話 那明年的話 甚至於美國還有可能升到六碼以上 這樣聽起來很恐怖 我們要不要退出股市啊 不用退出股市啊 所以我不是上個禮拜 有跟你們講到一道曙光嗎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到一道曙光 對對對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CPI這個是真正 因為我剛才原因是在後面這一塊 那當然這個我們核心 物價組織就扣掉能源跟食物嘛 但是還是往上嘛 這個是美國最重要 就看這個指標 那再來這個我們都知道嘛 是食品 還有外食的話 這個都液增0.7跟0.9就代表高粱 就是我們的 糧食漲價 薪資上漲 那薪資上漲是最可怕的 因為薪資上漲的話 可能會產生惡性的通膨 這個是一個 我們 那核心物價組織的話 我們最主要這個都知道嘛 防止醫療的話 他增加的 那中古車的話 那航空票價這個大家知道嘛 大家因為解封了 這個我們了解 那我們接下來重點來了 重點來的話 那我們就看到時間起公在指令 說實在我之前一直跟各位聽到 只要3%以上的話 對整個市場來講的話 股票市場非常不利 那現在已經來到3.4 對 是多了 那應該3.5 我個人認為 一直到下個禮拜 9月21號 22號美國 如果升3碼或升4碼的話 他應該站3.5 你就站得上去 所以老師覺得他可能還有繼續往上的空間 一定會往上的 如果是3.5 就會比錢高再過去 對啊 一定會往上的 那兩年起的話 已經突破了3.7 那這個就已經反映說 他可能4碼的機率非常高 為什麼 兩年起公在指令力 跟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是一不一期 既然他反映的這麼激烈 他反映這麼激烈 那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個是十年來的 十五年來的新高 那升4碼的機率就越來越高了 我們從兩年起可以看到 那每年組數就不用就講講過了 那之前的話 那我們來到110.79 那後來有回跌 那回跌的話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歐洲升了3 美國還沒升 他昨天嚇壞了很多 這些投資人的預測 所以標準普保的話 500組是大跌4.3 那各位你要知道 我們台電今天為什麼跌的幅度 沒有像那麼大 那就政府基金在戶盤 所以大家都說國安基金不認真 在扶 很認真 所以我剛才講到 你看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買盤 那賣盤就外資 那外資的話就是 最主要就是聯準會 聯準會的話 如果升息 大家會怕 所以我們有講到台幣 那台幣這個三十一塊就破了 這個其實台幣持續往下 破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三十一還不夠 絕對還不夠 因為美國升息的幅度相對臺灣 那個差很多 那我在想 那我們的中央研討到底要做什麼 對 我個人認為會不會十一月 會嫌軟了 他才會升息 升的幅度大一點 我們中央研討 一直在講說 我們的通貨膨脹非常低 各位你要知道臺灣是 因為水跟電池補貼 如果水跟電的話 沒有跟你補貼的話 我們的通膨可能會 所以他應該是什麼 先預防 將來可能會通膨 就是說那先痠掉了 那你台電支撐不了 虧損那麼多 那怎麼辦 已經要漲價 那這會不會造成通膨 所以他要快點做啊 因為他的一直扁破的話 台電一定往下跌啊 對 那台電的話 昨天我們看 Eddy要跌的四%多 但今天的話還好 國安基金在戶盤 所以台電的話 我之前講過 只要台幣扁的話 台電就沒有機會嘛 對 所以你看外資現在持有 一千八百萬張 所以我之前講過 一萬四千點戶盤 是臺灣的奇蹟 那我們的國安基金負責任的秘書嘛 那個軟市長 軟市長講說這次是逆風偶行 為什麼 因為利利是往上 他還在戶嘛 以前的話會成功是利利往下 所以我們的國安基金 非常辛苦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 一般投資人這一段期間 稍微保守一點 那如果有好的股票 我會告訴你們 好 謝謝老師 老師每一次都是提提醒大家 我其實覺得在這個市場當中 這個有的時候 這很難搞的時候 大家就是也不要逆風而行 我們就觀望好了 然後好好選股 等到真的比較有信心的時候 再出手 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於是今天 我們就要當一下烏鴉了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其實在今天陸陸續續 其實有的時候 你看這些外資報告 都常常是這樣 都是沒有那種雪中送炭的好事 通常都是落井下石 盤已經這麼慘了 今天刑警在賣 結果他也通通給你降頻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看 今天有多少被降頻的 我們要好有請我們的昌星哥 幫我們來好好這個把脈一下 外資降頻動作不斷 然後今天點名說光學也不好 然後航空也很差 然後通通都被降頻了 我們來請昌星哥幫我們來看 你看這個外資大摩說 光學大力光 預金光都不好 大力光說你看兩千四的目標價 降兩百塊 到兩千二 然後預金光也說很差 他說要加碼 我覺得他那個精神分裂 他說要加碼 要加碼 調降 但是調降目標價 他是把上面降下來 搞不懂那哪招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他們發生什麼事 然後看精神病 這也很美 對 美營說 那個航空雙雄也很差 長榮航 二十二點二塊 現在三十幾塊 說二十二 對啊 這什麼意思 這個華航說十五塊三 我都想說你哪招 人家我們現在要開放了 對 開放國境 以後不要隔離 大家都出去玩 你機票那麼貴 這樣 對 所以至於我覺得外資 真的是不能亂喊 上個禮拜我們來成熟製程 也調降 這個先進製程也調降 結果台階還是往上反彈 所以我認為投資朋友這樣 不要看新聞做股票 還是要有判斷能力 然後還有怎麼樣 看這個外資 到底有沒有這個表裡合一 還是表裡不一 像今天我就覺得很奇怪 光學股其實包含大力光 跟郁金光 基本上這一波是受惠於iPhone 結果他今天說什麼 這些所謂的大陸的手機 都賣得不好 其實他那理由 就其實不太充分 那看航空雙雄 他也說下半年 他看航空不好 這也很奇怪 所以我會認為 如果外資的訊息是這樣 你要去看他的理由 跟他的籌碼 如果對不太起來 那可能裡面就有玄機 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趁著大跌的時候 我們就來檢視一下 其實剛才這個議員教授鄭老師說的 我覺得我也認同說 這個盤真的是不好 可是不好的盤裡面 真的有些是被挫殺的 挫殺我們就來找機會 好 來 我們先來這個好好的看一看 光學族群嘛 都被說就罷了嘛 我們先看大力光 看大力光 我們其實就把這個過去 被降頻跟升頻的兩個時間點頭 幫大家好好的說 去年的十二月十七號 是怎麼樣 說怎麼樣 渴望復蘇 去年的年底 那時候還不知道今年的下半年緊急報 對不對 那外資就說 哇 渴望復蘇 很好耶 在這一段 結果渴望復蘇 復蘇多久 這是週限 復蘇三個禮拜 哪有這種東西 三個裡面的復蘇 結果外資還在賣 對不對 賣完這是投信的 投信 這是聽外資的話 對不對 被拉上去被倒貨 這個傻的 後來你看大力光的價格 對不對 就從這個兩千多塊 直接破掉 那破到這波的一千五左右 所以你看這一次外資講的 就是什麼 他就亂講 他故意告訴你說 可望復蘇他出貨了 對 出貨了 然後投信傻傻去接貨 拉上還有拉 有拉 拉兩個禮拜多 然後就開始出 所以我認為 第一個 就外資的講法呢 也許的 他是短線的講法 那你如果把他看成是長期的布局 那就不對 那再來是怎麼樣 四月十五 這個比較近 對不對 他說怎麼樣 開始說不好 你看這邊說好對不對 開始說不好 又EPS 沐浴估是一百四十六 這個大家記好 待會我跟大家估 今年度絕對會超過一百四十六 你再怎麼不好對不對 下半年大力光 營收都會比上半年好 因為上半年真的是不好 下半年有這個Apple 他怎麼樣 目標價一千五 這個也很詭異 一千五就是前波的底部 你又說是一千五 講完之後呢 一千五就剛好是這波的底部 對不對 就開始往上拉 就外資就開始買 四月份開始買 他叫你通通不要 他告訴你超爛 不要買 他自己買 自己買 就這波買 然後買完之後 投信真的跟了 這波有賺到錢 你不要看他升平或降平 你就去做 應該是說他理由是什麼 這個理由到底能不能有充分的反應 那如果這個理由不能反應的話 基本上呢 你就怎麼樣 我就覺得你自己要好好的判斷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下一個 就是說基本上這一次 我給大家講 外資對下半年大力光的講法是說 基本上大力光的營收會不好 我給大家看 大力光的營收 基本上沒有不好 他的這個營收是不錯 那籌碼方面 他有沒有在做吃貨 其實他是有在吃貨 你看 他說不好 這叫什麼 摩根士丹利 就大摩 大摩來說 你說 我統計起來 從七月就下半年開始 他有沒有賣 有 賣了四百多張 賣在什麼時候 賣在這裡 其實是賣在報告公佈之前 就是七月到八月中間是賣的 最近是買回來 你看這不多奇怪嗎 你如果真的覺得不好 真心真意不好 你應該是賣完 繼續賣 這個更中 結果你賣完之後 你發覺這個價格 好像下不太去 你又說他不好 結果你自己買回來 那整體的外資呢 其實都是呈現 是大幅的買超 為什麼 因為大力光的營收不錯 所以我認為大力光 這一次會反彈呢 其實不是中國的手機 是因為Apple的高階 iPhone Pro Pro系列的兩檔 基本上他用高階的 這個所謂的官學元件 就要用到他 那我就給大家看 這邊幫他破解 其實林安平也講 大力光的董事長說 我下半年會越來越好 所以你看今年二零二年 最差的營收應該是上半年 現在是怎麼樣 他也沒有說很好 越來越好 營收有開出來吧 營收開出來越來越好 對比過來 今年上半年賺的金額是這裡 有沒有 已經賺了快八十塊 下半年如果比上半年好 一定是超過一百六十塊 對 那剛才你看外資說多少 一百四十六 所以你們打臉嗎 我就不相信外資分析師 都不會做算數 所以我認為以大力光來說 你這邊就要特別留有 如果外資法人持續的吃貨 你看到營收出來 是繼續成長的話 反而有壓低 是買進的機會 而不是這時候拋貨 因為大力光因為很貴 基本上都是做個法人在買 投資人買的比較少 所以光學類股 我覺得還有機會 所以昌英哥 其實有的時候外資 你要這個破解他的 他有時候是這個心口不一 他告訴你說不好 他其他一直偷買 是啊 是啊 這個就蠻像是這個樣子的 大力光 那另外我們來看航空雙雄的 都說要這個開放國境了 要解除與病毒共存了 大家可以重新出國去玩了 日本又開放自由行了 結果航空雙雄 他把這個通通調降到一個 很誇張的一個價位 對啊 這怎麼把這個所謂的 我們說的常常調到二十二塊 這我覺得不能亂喊 他就怎麼樣 他調美銀去調降 他說怎麼樣 未來兩年的空運運費 會往下降 這個我認同 但是他說沒有避險 然後廉價航空競爭 有真無見 我告訴大家 廉價航空競爭還沒出來 因為廉價航空的競爭 可能是在明年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是國航跟這些 原來的這個所謂的一個 傳統航空在飛嘛 所以這個降價的競爭優勢還沒看到 還沒看到 但是呢也有多的吧 你看北美的主要航空業 只是營收大幅彈升 然後油價開始回落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亞洲的邊境解封 所以我認為在多空混戰之下 我幫大家做一個解析 就是說長榮航跟華航這兩家公司 其實是大大的不同 從哪裡看出端倪呢 說實在的 華航過去做載人的時候 都沒賺錢 長榮航過去載人做得很好 所以你看他的營收 給大家看 我這邊特別畫了一條線 這邊畫了 剛好畫一條線 左邊是華航 右邊是長榮航 你看喔 華航過去的營收是怎麼樣 載人的時候差不多對不對 為什麼在COVID-19的時候特別好 因為他改客機 改成貨機 改成貨機 過程中營收大幅上升 所以如果照美營所說 我認為影響比較多的 應該是華航 因為你一旦貨運的運價下跌 那基本上影響到他 你載客 基本上他華航說實在的 長榮航沒有做那麼好 可是反過來長榮航 你看原來他載客比較多 現在載客量是往上升的 郭公司 所以他營收就慢慢上來 而且我認為會超過這邊新高 所以兩個來說 我認為不能說航空業都不好 你要看他的體質 那這兩個來說 我認為短線來說 如果載客的話會上升 長榮航應該會優於華航